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精彩的反转电影《少了一把》 影片主要讲述了家庭主妇封建林子 拥有完美的生活 为了守护重要的一切 她不惜一切代价 近一段时间 丈夫和女儿对她极其冷淡 而家里的菜刀突然少了一把 这让林子没来由的担心起来 影片的女主人公名叫封建林子 一个美好的早晨 林子为家人准备丰富的早餐 林子从小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可是完美主义者的可怕就在于 看见别人破坏完美的东西就会恐惧 做好早饭 林子开始收拾东西 却发现菜刀少了一把 她上楼喊家人吃饭 却没人搭理她 儿子不愿意理菜 女儿借口要减肥 丈夫还没说完就消失不见 林子感到悲伤 觉得家人在嫌弃她 只能把一桌子饭菜倒掉 这时她想起不见的菜刀 电视正好在播放一条凶杀命案 一名初中生平时不愿与别人交流 为了两万日元而将人杀害 林子一听 觉得这个初中生和自己的儿子非常像 于是林子来到儿子的房间 竟发现了两万日元和一袋带血的衣服 此时手机突然收到女儿的来信 在露馅之前动手吧 林子不由的害怕 难道他们是想杀了我吗 林子跑到女儿房间 翻找留学的广告 一年学费竟高达三百万 自己根本负担不起 而且从没听过女儿提起 林子意外想起前天晚上 女儿好像在翻找什么 她打开抽屉 发现一份保险 正是四年的学费一千两百万 其受益人却是丈夫 林子怀疑丈夫也参与其中 于是打开了丈夫的邮件 发现丈夫似乎出轨了 林子心里一紧 晚上孩子们和丈夫回到家 林子质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家人 不要让自己失去完美的家庭 看见林子这样 他们纷纷开始解释 原来这张留学广告是女儿不小心拿回来的 看极光一直是林子的梦想 丈夫想满足林子的愿望 林子生日快到了 儿子一直在外打工赚钱 衣服上的血是儿子摔跤时留的鼻血而已 没想到却被妈妈发现了衣服 林子开心的笑了 开始准备晚餐 她打开橱柜 看见了丢失的菜刀 一拿出来却发现满是鲜血 她惊慌的拿出给家人看 却看见地上只有几具尸体 自己的围裙满是鲜血 林子这才想起 原来自己在昨天已经杀了他们 所以才没人吃早饭 镜头一转 林子从沙发惊起 原来昨天林子发现这些食 为了不让家庭破坏 选择了沉默 林子尴尬地对丈夫和孩子们笑了笑 起身去准备晚餐 却发现菜刀少了三把 一回头发现丈夫和孩子 纷纷拿着菜刀 搂出诡异微笑 林子想起了小时候 于是拿着最后一把菜刀 将孩子和丈夫杀害 影片到这儿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不禁让人感叹完美主义者的可怕 想要完美当然是好事 可是如果太过极端 可就变质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儿了 欢迎下方留言 我是鸭肉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下次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